大家好 经过一夜的大雨 太平更漂亮了 今天我来拍平临兵营 不像30个朋友留言 希望我拍平临兵营 这个画面大家是否还记得 看到今天上面写的这个口号 也就是当前我们应该努力的口号 求胜利求成功 台湾一定赢 远远看到了司令台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我先绕一圈给大家看 当年这个兵营已分成两部分 你现在看到的司令台 是属于秦义学校那边 这一部分做成了公园 那一部分就给了秦义大学 这个公园修得非常漂亮 我曾经几次拍摄过森林公园 绕到这里你就熟悉了 对面的旧房子还在 过去就是803医院 现在绕到了这边 这一块属于秦义学校 他们刚刚把司令台油漆了一遍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很感动 这里流下了你们的汗水 你的荣耀和你们的青春岁月 平林人里没有忘记你们 现在的平林森林公园 修的就是这样漂亮 旁边这条路都是芒果树 是你们当年在这里种植 人们常说这些都是阿兵哥种的 现在小雨还在下 这个公园修得非常美 木器像仙境一样 希望你们回来抖一抖看一看 这些树是新修公园以后才种植的 十几年下来 每年这个季节开花非常漂亮 今年因为疫情 早上很少人出来 现在我趁早上没有人 一天到晚也没有人 大家都在家里防疫 我就拍给大家看 感谢你们曾经为平林 为太平做出的贡献 我跟老公说 我要出去拍平林森林公园 拍阿兵哥曾经留下的足迹 老公很支持 没关系戴好普照 早上没人 去拍给大家看 想想当年 这里面军歌嘹亮 也很值得回忆 二十多年前我来的时候 这个兵营里面就位数不多的阿兵哥了 相信你们大部分都是三十年前 在这里当过兵 在这里流过汗 在这里度过了你们曾经的青春岁月 虽然你们以各自退伍回家 你们仍然是最可爱的人 最可敬的人 曾经为国家 而离开自己的家乡 当兵 为国 保家园 这是永远值得回忆的 拿金钱也换不来的青春与岁月 人们不会忘记你们 特别是921的时候 太平人民对阿兵哥的感激 点滴在心头 永远都不会忘记 如今 你们曾经留下身影的兵营 已经变成了美丽的公园 是人们休闲 运动的好地方 这里鸟鱼花香 要不是疫情来了 这里每天都有非常多的人在运动 是太平人民的好去处 好场所 也欢迎你们 有空的时候 携家带卷 故地盛游 平邻永远欢迎你们 还有朋友说 想看车龙普兵营 等不下雨了 我也去拍 上个影片 美丽的夜景 就是车龙普那边拍的 如果你还想回忆 当年重庆在太平经历的地方 可以留言 我很方便 我可以去给你们拍 让你们回忆重庆的青春岁月 谢谢你们 你们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太平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